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首先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重点 新北市卫生局举办食安故事箱巡演活动 透过寓教娱乐的方式让食安 习食等正确观念向下扎根 新北市从8月份起全面启用路边停车自助计费 并且加码前30分钟只要1块钱 新店中山公园除了休闲油气 现在还设置了飞轮电力系统和赌居风旅馆 让公园兼具环保生态等多样面貌 深恨区土库里在共餐活动前 举办社区动起来就力来尾斗活动 长辈们拿起画笔画出自画像 今天的热点看播要为大家介绍 HBO强档推荐电影《疯狂亚洲富豪》 新北市卫生局与助校艺术家合作 把绘本和废弃客桌椅结合 制作成食安故事箱 并且从即日起将在新北市图个风馆 以及校园展开巡演 要用简单易懂寓教娱乐的方式 让食安 习食等正确观念从小扎根 利用废弃的客桌椅 再加上驻校艺术家与卫生局 联手创作的绘本套书 变成了独一无二的食安故事箱 为了能够将食安 习食等正确观念从小扎根 新北市卫生局举办食安故事箱校园巡演活动 希望透过寓教娱乐的方式 让小朋友可以了解各种食品安全认知 让这个住校艺术家把它做成这样子 很可爱的旅行箱 然后让这个旅行箱就到学校去 所以这个部分就是由学校还有图书馆 来帮我们一起 然后到学校去给大家 给小朋友们 让小朋友从小就知道 什么是食安 什么是习食 食安故事箱的内容分别有 食安小勇士 食安超人 拯救食物大作战 以及食品安全我罪行等等 在记者会上 现场展演了故事箱 透过了色彩丰富画风活泼的绘本内容 搭配老师的解说 让小朋友们听得入迷 带着我们一群食安小勇士们 要来打败细菌大魔王 食安小勇士们 过了细菌大魔王所设的第一关 营养国 出席记者会的文德国小校长李慧美就表示 食安观念要从小培养 藉由创意的故事箱 孩子更能够牢牢的记住 进而把正确的知识带回家中影响家人 也使得食品安全能够广为重视 带回到家庭 然后呢 进而去影响整个社区 那让大家由这个平常学到的尝试 变成知识 这个非常的重要 那也借着这样很有趣的创意式的教学 让整个社会大众来重视食品安全 新北市卫生局表示 已经媒合了38所国小 从9月份起会进行100场的食安故事箱巡演 而从即日起会陆续在新北市图12个分馆 进行展演活动 想要知道详细的活动时间 可以上新北市卫生局官网查询 新北市去年12月 在双核地区事办路边停车APP自助计费 民众反应难好 因此决定从8月份起全面启用 并且宣布加码优惠 只要透过APP自助计费 前30分钟只要一元 比起人工收费来说 不仅省时省钱又方便 收您30元 一元找您 一元不用了啦 等一下 一块钱很重要 在新北市路边停车30分钟 真的假的 什么路边停车30分钟只要一元 究竟是真的假的 没有错 新北市交通局从即日起 全面启用路边收费停车位 APP自助计费 并且以分计费 停多久就付多少 而且还加码前30分钟只要一块钱 新北市交通局表示 目前人工开单是以半小时计算 而自助计费APP 则是以分钟计算 以原本费率半小时15分的路段 停车45分钟为例 人工开单要收30元 自助计费前30分钟一块钱 再加上停车1分钟0.5元 15分钟为7.5元 停车费总共是9元 相差了21元 可以说是省很大 为了宣导路边停车自助计费 交通局局长周明时还聊了 可以拍摄宣导影片 用RAP说唱告诉大家自助计费的好处 自助计费其实很方便 APP打开空位就出现 自己开单真的很智慧 停车不怕忘记缴费 交通局表示 民众只要事先下载停车大声工APP 或者是一停网APP 简单操作三步骤 找寻车位 启动计费 完成缴费 APP就会自动计费 并且由预设缴费的方式自动扣款 不用担心忘记缴费怎么办 而如果驾驶人在自助计费后 忘了停止计时 APP也会推播讯息提醒 过去新北只在双合地区试办 因为反应良好 因此现在全面施行 希望透过自助计费 让民众省时省钱又方便 另外提醒大家 目前只有汽车路边停车 可以采取自助计费 机车大型车 以及享有身心障碍者 和电动车停车优惠的车辆 则未提供APP的自助计费 记者杨邦友周芳琪 新北市采访报道 位于汤泉社区旁的中山公园 最近多理想新设施 让民众都很好奇 那就是飞轮发电系统 后者采飞轮来发电 不但真的有电能产生 用来充电 还连接了雨水回收装置 可以用来洒水 而不止这个飞轮发电系统 让人惊喜 听说公园里还有一个 可以观察密封生态的设置 马上就透过报道 带您来一瞧就近 踩着飞轮 你以为是来到了健身中心吗 仔细一看 竟然是在公园内 这是新电中山公园 近来新设置的飞轮发电系统 里长潘未知说 随着地球资源日进枯竭 为了让里面可以更珍惜环境 透过这样踩飞轮 人力发电的方式 了解资源得来不易 而借由这套发电系统 除了真的能够产生电能 可以提供手机充电 还连接了一旁的雨水回收装置 一举两得 告诉我们所有的居民 就是说不只是太阳能发电 风力发电 其实飞轮可以发电 就人力也是可以发电 所以后来我就设计这个系统 然后再请环保局来做这个系统 那这一方面呢 踩的时候可以充手机啊 那灯也会亮啊 那后来结合我们的雨水回收系统的 水铺满 让它也可以喷水 那这样子我们那些水铺满的水 那些收集的雨水才不会臭掉啊 而且才不会长蚊子 旅长潘威智说 公园除了提供民众休闲游戏 也希望能够传达环保与生态的观念 所以在公园的另一个角落 则配合了台大研究计划 设置了独居风旅馆 一片片后木板中挖空 让独居风可以入内竹槽 其中有几片木板的一侧为透明设计 让民众可以方便观察 这些风妈妈呢 就会来这边缠软下蛋这样子 然后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设计 比如说洞的大小或者是长短都有限制 因为不同风 就90%的独居风 那不同的风需要洞的大小 还有长短是不一样的 那风妈妈会算它的长短跟大小 然后进去里面下蛋 旅长潘威智仔细地说明 一般人都以为蜜蜂是群居昆虫 但其实有百分之八九十的蜜蜂都是独居风 而这些资料在独居风旅馆的下方都能够看到 另外飞轮发电系统未来还会新增洒水的装置 让这个有趣的环保发电设置可以兼具更多功能 虽然中山公园的面积不算大 但可以说是水泥丛林中难得的绿色宝藏 里长潘威智表示 期盼透过飞轮发电系统或者是独居风旅馆 能够让民众了解环境资源的珍贵 同时借由这个小小的公园 也为地球尽一份心力 唤起更多人一起来爱护环境 记者杨邦友 张芳琪新店采访报道 深刻区土库里在老人共餐前 举办社区洞前来就历来围斗活动 让营法长辈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 拿起画笔画出字画像 不少阿公阿嬷都说 这样的体验很新鲜 看到自己的作品以后更是成就感十足 拿着色笔在画纸上勾勒出线条 慢慢描绘出人像 对照着手机里的照片 深刻区土库里的长辈 动手画出了字画像 这是由深刻区公所申请的 营造老人乐活环境 社区动起来计划 利用共餐前的时间 举办九里作会来尾斗 邀请专业老师指导阿公阿嬷画出字画像 我们一般都是用相片来记录自己人生 希望说老人家也发挥他们自己的艺术的专长 不要一天到晚就看着孙子在画 自己也在画画看 那么今天的成果 每个老人家都能够展现他们不为人知的一个潜力 我觉得这是相当好 有长辈说已经很久没拿起画笔画画 一开始还怕怕的就怕画不好 但在老师和里长的鼓励下重新学习 先在画纸上抓出了人像的比例 再慢慢一笔一笔描绘 里长高台郎表示 透过这样的自主学习活动 除了可以让老人家动动手动动脑 还能够激发出他们的潜力 看到自己完成的作品 长辈们都笑说 没想到自己可以完成一幅画 有的甚至很有天分 自画像和本人相似度达百分之百 神韵表情都能够完全掌握 大家笑说这样的体验很新鲜 也很有成就感 能够画自画像 还这样觉得自己 把自己画出来很有成就感 这是一种学问 有深度你去玩去研究 总是有乐趣在里面 很新的一个体验 而且能够看看 用相片来画自己 重新认识一下自己 那自己的作品感觉怎么样 觉得很好 很有成就感 除了自画像活动 还发放了绘本拼图 这是取自于 以深坑区共餐为主题的绘本 希望借由拼图 可以让长辈们 在游戏中手脑并用 减缓老化 深坑区公所表示 透过这样的自主学习课程 长辈们不但有了不同的体验 也能够获得自我肯定 希望每一位长者 都能够拥有一个快乐的音发生活 记者杨帮友 赵方琪 深坑采访报道 接下来一起来看 今天的宝岛台湾话单元 欢迎大家 做回来到台湾威 今天一个艺术是 英先生 英先生的艺术是 形容一个人 英英无大事做 让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告后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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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球赛干嘛这么累 有了数位录影机 全部可以预约录 精彩画面可以暂停重播 看几次都行 随时可以轻松看 老婆爱看的戏剧 也可以整套录哦 有了数位录影机 不怕肉看精彩节目了 快播29173939 大興店數位電視 自從我裝了Home Security居家防護 手機一點就可以看到我的毛孩子 除了看他好不好 也可以讓自己輕輕好好放鬆一下 一通電話安裝到好 真的很方便 有了Home Security居家防護 讓我在煮飯洗衣服的時候 可以很輕鬆的看到孩子在做什麼 你用事情做到一半 還要跑到房間看孩子 真的讓人很安心 居家防護一通電話安裝到好 快播29173939 大興店寬評 今天熱頂看播要推薦的是HBO強檔電影 《瘋狂亞洲富豪》 本篇描写紐約克瑞秋 陪著男友尼克到新加坡 參加男友死檔的婚禮 順道與尼克的家人見面 瑞秋從不知道 尼克不僅僅是新加坡最有錢的家族後代 還是最炙手可熱的黃金單身漢 因此尼克的母親對他充滿敵意 一起來欣賞精彩片段 HBO高畫質八月巨線 稍賞精彩片 Altista,All the bottegas and that Jason Boomer that deconstructed ruffles And a sandwich for Peyte Lin Okay All right I'm not sure if it's working or if she looks like a clown's tampon on a heavy day You look like a flower A sad lonely flower No one wants to be around I mean it's the wedding of the centuries of the forceway here 你不太太 不太太 不太太 它是你一手 它是手上的衣服 你知道嗎 我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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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pay target 2 是會 redefine 她是個星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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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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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為什麼 Disco死了 你還看得像 EbolaVirus 你還看得像 Bag of Skittles Taste the rainbow Who do you are Who do you are I think I think If you could just tell her This is coming from you because she probably doesn't want to hear it from a guy Remember Optimal Angles Ari 說 ik No I think Disco I think All the best Rachel Chew Of New York What do you do ocult 接著我們來看 寶貝亞有哪些地方上的活動試习 办高速上网这样才划算 现在申办500mA宽频上网 加高画质套餐 加机上盒买video豪华月租包 每月只要899元 专案详洽2917 3939 HD148自由选高画质频道组 年约半年缴再讲好理四选一 专案详情请上官网查询 或洽客服专线2917 3939 大新年客服APP可进行账务服务 障碍报修还可进行节目查询 接收最新优惠专案 还可通过手机进行远端录影 马上下载轻松又方便 新店区公所8月31日上午9点 在大丰社福馆五楼大礼堂 办理新店区萌宝抓周及爬行比赛活动 详情请参阅附件简张 比赛奖项丰富 欢迎家长带着可爱的大小宝宝们参加 若有疑问请电卡 2218 5001 分机501 新北市住宅补贴 即日起受理申请至8月30日 今年首次开放线上申请 有租金补贴 自购住宅贷款利息补贴 及修缮住宅贷款利息 其中租金补贴每户最高4000元 除线上申请 也可以到市府一楼与区公所送件 以上的新闻内容 可以扫描画面上的QR Code 到大新店的YouTube 脸书粉丝团 以及官网上查询点阅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大新店地方新闻 我是张门琪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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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丝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